过往主委曾经帮柯文哲选举 如今柯文哲也在选总统 自己的心情是什么 那姚主委的加入 是否能够帮赖富更了解 可能成为对手的柯文哲 现在到底在想什么 可以让九局下更不会失分 谢谢 你是问我还是请教姚老师 都有都有 想要问一下就是 你跟她加入 要怎么让姚主委更了解 帮你更了解 是一如刚刚姚老师所言 我们彼此互动 已经有一段时间 那我对姚老师非常钦佩 她常常站在大义的立场 不分党派 只求是非 也只问国家未来的发展 真正邀请姚老师担任 竞权总部主任委员 大约是两个礼拜前 因为我一直在想 因为姚老师还需要 姚老师的照顾 后来姚老师经过考虑之后 她认为家里的事情 她应该可以另做安排 为了台湾前途最重要的一场选战 她应该要承担起责任 那如果说 你刚刚问的 姚老师对我的帮助 跟之前对柯文哲的帮助 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姚老师会帮助我打败柯文哲 请姚老师 我2014帮柯文哲 在去竞总之前 我是不认得他的 是有人介绍 然后我就给他上了两堂课 然后就进到竞总帮他忙 那可是我后来认识他以后 认识他的本相 本面目 我就跟他分手 不再联络 用简单的话来讲 我跟柯文哲是媒妁之言 所以通常俗话讲的 因误会而结合 因了解而分手 那我这一次帮赖 是因为我跟他往来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非常信任 这个赖父 因为至少我们几次的 我交往的经验 他是个非常正派的人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他从不说谎 承诺 对我说的承诺 不管是小到时间 是一件小事情 一定不会反悔 这点让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他我深信 他作为国家领导人 是一定能够获得选民的信赖的 所以这一点我跟他是跟柯文哲完全不一样 我们俩是交往而结合 所以当然相互之间会长长久久 好谢谢姚老师 我现在要请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将这个制胜球 交给我们的邱毅人召集人 好也请我们的召集人 能够把他球上面 有写到召集人的这个 给大家拍张照 好放到手套去 制胜球放到手套 好谢谢我们的邱毅人召集人 请回座谢谢 请先回座谢谢 球可以拿回去 好 待会再拿起来 好下一位就是我们的后援总会的总会长 陈茂仁资政 那他同时也是我们的小英之友会的会长 请我们的总会长 陈茂仁会长资政请上台 由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售出我们的制胜球 陈茂仁总会长的制胜球 大家请鼓掌谢谢 好请回座 下一位我们要邀请的是我们的国阵蓝图召集人 我们的郑力军政召集人 大家掌声鼓励 也请我们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授予我们的制胜球 给我们的国阵蓝图召集人 郑力军 好谢谢 下一位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总统府秘书长 也是我们这次竞选总部的总协调 我们的林佳龙秘书长 好大家掌声 也请我们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授予制胜球 给我们的总协调 林佳龙 谢谢 请回座 下一位是我们的竞选总部的总督导 卓龙泰卓主席 担任我们这次竞选总部最重要的总督导 也请我们的候选人赖清德 未来的总统 能够授予制胜球 给我们的总督导 卓龙泰 谢谢我们的竞选总部总督导 卓龙泰主席 下一位是我们竞选总部的总干事 我们的潘梦安总干事 也来到现场 大家掌声欢迎 也请我们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授予制胜球 给我们的潘总干事 潘梦安总干事 好谢谢 请回座 最后一位 其实是我们未来 整个竞选总部的灵魂人物 也就是我们的主任委员 姚立明姚老师 担任我们的主任委员 请大家掌声鼓励 也请我们的赖清德 总统 授予制胜球 给我们的姚立明姚老师 担任我们的主任委员 未来将带领我们的竞选总部 迎向胜利 投出关键制胜球 谢谢 那我们是不是 再次请所有的竞选总的干部 再次上台 我们大家来进行大合照好不好 也请大家把手套一起戴上来 那我们的党部的秘书长 许立明秘书长也来到现场 也请我们的许立明秘书长一起上台 那今天呢 本来还有一位贵宾要到现场 就是我们的荣誉主任委员 苏贞昌 他今天因为屏东有事 所以没有来到现场 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现场的贵宾 把球对着前面 第一点不要遮到脸 第一点不要遮到脸 好来 我们是不是一起来喊我们的口号 我说Tim Taiwan 大家喊挺台湾 我说2024 大家说团结一致 Tim Taiw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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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团结一致 2024 团结一致 Tim Taiwan Tim Taiwan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拍照这样可以了吗 可以了 好 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所有的贵宾 都先行回座 包括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也先行回座 好 谢谢 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我们新上任的主任委员 姚立明老师来为我们讲几句话 我们稍等一下 我们的讲台用好之后 我们的姚立明老师会来跟我们讲话 好大家掌声欢迎我们的姚立明主任委员来为我们说几句话 赖总统候选人 各位团队的伙伴们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安 早 我跟赖总统候选人虽然已经互动了一段时间了 我们也有一段时间讨论2024选举的互相交换一些意见 可是 当他邀请我参加竞选总部的工作的时候 我还是有一点迟疑 主要当然是因为我有三四年都不在公共事务 那可是我仔细想了以后 我就发觉现在距离选举已经不到70天了 但是 百分之百一定会参选总统的 在台湾只有赖清德一个人 其他三个人到现在都还有变数 那我就想我不帮他还能帮谁呢 尤其是 我的了解 从 赖富他4月12号被提名做总统候选人 以前后 刚刚讲的三月份其实就开始 到现在 整个团队 不管是对于选举的 组织架构 对于选举的策略的设计 对于治国理念的 这一个构思 都已经非常的成功 而且获得多数选民的肯定 按照民调来看 得到非常正面的回应 所以我参加 我在这个时间参加 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棒球 棒球赛已经打到九局下 这个已经领先三分了 那上场的救援投手 他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不要失分 绝对不让对手追平 就按照现在成功的竞选节奏 继续下去 所以基于此 所以我愿意啊 贡献自己丁点的力量 来跟在座的许与多伙伴 一起打拼 谢谢各位 好 谢谢我们的姚立民主任委员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